一路历史深四海 你需要一个救生圈 大家好 我是婷如 在喜爱观看电影的受众里 有一部分人非常喜欢看悬疑类恐怖类的电影 这种电影 因剧情的过于曲折或另类 极易给人造成心理上的刺激 不过细思极恐的是 很多虐待残杀类的电影 其实都是根据真实事件改编的 这或许就是所谓的地狱空荡荡 魔鬼在人间的真实写照 今天救生圈就来介绍 一个真实的虐待未成年人的起案 案件发生在上世纪70年代的美国 在一个小镇上 生活着一家五口 男主人名叫鲍伯 他的妻子名叫玛丽安 他们还有三个乖巧可爱的女儿 一家人都是天主教徒 其乐融融 1974年的某一天 鲍伯家隔壁搬来了一位新邻居 名叫罗伯特 罗伯特为人和善且乐于助人 很快就和小区的人打争一片 鲍伯一家人也非常的喜欢他 两家人熟悉以后呢 罗伯特常常会带着礼物去鲍伯家做客 还经常陪三个女孩玩耍 然后呢 鲍伯一家不知道的是 从接近他们家人开始 罗伯特便抱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目的 他有恋童癖 并且早已将自己的魔爪伸向了大女儿剪 在取得鲍伯一家人的信任后呢 罗伯特顺理成章的成为了剪 这样的情形持续了很长的一段时间 但鲍伯夫妇并没有察觉到不对劲 连剪本人也没有意识到自己被侵犯了 然而罗伯特呢 并不满足于此 他想要长期占有剪 为此呢 他做了两个惊人的举动 他分别接近了鲍伯和玛丽安 用花言巧语 骗取了玛丽安和鲍伯的心 在两人互不知情的情况下呢 罗伯特成为了玛丽安的秘密情人 同时呢 也成为了鲍伯的秘密同性恋人 这样恋人奇葩的关系 让罗伯特在鲍伯一家人面前呢 有着绝对的话一全 因此呢 在剪12岁的时候呢 罗伯特就编了一个理由 带着剪去了允许同婚的墨西哥 到了墨西哥呢 剪被罗伯特洗脑 以为自己呢 必须得和罗伯特结婚 才能拯救全家人 加上剪依旧在被喂食安眠药 浑浑噩噩的剪就这样 与罗伯特结婚了 而鲍伯呢和玛丽安 在剪消失五天之后 才选择报了警 警方找到了罗伯特 并将其逮捕后呢 鲍伯和玛丽安都不相信 是罗伯特绑架了自己的女儿 而剪呢以为自己要救全家人 所以呢 也不肯跟警方透露一句话 就在警方掌握了足够的证据 起诉罗伯特时呢 鲍伯和玛丽安因为有把柄 被抓住在罗伯特手里 最终选择了撤诉 罗伯特就这样被无罪释放了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呢 事情发展到了这个阶段 鲍伯和玛丽安呢 依旧同他保持着不可告人的关系 剪也依旧被掌握在 罗伯特的手中 无法逃脱 就这样呢 又过了两年呢 罗伯特再次带着剪消失 这一次警方再次抓住了罗伯特 但鲍伯和玛丽安依旧选择撤诉 一直到剪16岁的时候呢 他发现自己的父母呢 一直都安然无恙 才发觉自己被骗了 他勇敢的站出来 将自己的经历拍成纪录片 还说服父母呢 也将事实真相说出来 这一次罗伯特终于原形毕露 2004年的罗伯特 因非法持枪罪被定罪 在被逮捕之前的 罗伯特服毒刺杀 坏人终于迎来了自己 应得的后果 但从认识鲍伯一家到此时呢 已经过去了整整30年 在这30年里 剪究竟遭受了怎样的虐待和欺骗 我们不得而知 周深圈认为呢 让罗伯特一次又一次得逞的原因呢 自然离不开剪的父母 他们为了守护自己不堪的秘密呢 却出卖了自己的女儿 这种行为实在是令人痛心不已 对此你如何认为呢 好了本期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再见 好看视频 轻松